大家好,我是老黄 现在我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今天给我打了多次电话 但是呢,我没有接 因为呢,我不接那些 这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我的客人的话呢 我是不接电话的 你要给我发短信 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 我会评估一下 然后决定给不给你打电话 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 另外呢,由于年龄大了 所以呢,精力有限 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谈问题 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要耗费很多的精力 因为客人往往拿起电话来 他不肯放 他什么事情都想问清楚 但是呢,我没有那么多精力 所以呢,我一般是不喜欢接电话 除非你是我的客人 然后你先给我留言 给我发短信 我知道你是谁 然后呢,我是非常简单的 一、二、三 给你回答完了 就完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位网友呢 他后来给我发了短信 他在这个短信里面呢 他提到了 他去找了一位姓刘的律师 那么这个姓刘的律师呢 也向他推荐我 那么由于他这个姓刘的律师呢 我想我应该认识他 所以说呢 就看在这个刘律师这个极力推荐我的这个份上 所以呢,我给你回这个电话 那我呢,让你把你的这个拒绝信呢 发过来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说呢,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那你说呢 你原来的那个律师是一个免费律师 是个印度人 他呢,就说不帮你上诉了 那么现在呢,你就恳请我 希望,非常的希望我能帮助你 那么我跟你说过 以前呢,我曾经发表过这个视频 我说过,中间插进来的案子 我不愿意接收 一个是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从中间插进来的案子 往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 要做很多的大量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甚至是翻倍 所以呢,而且很困难 你要把以前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 再把它翻过来,纠正过来 这就很困难 所以说呢,申请政治庇护呢 我一直主张是 你在前面一定要 路子要走对 这个,一定要筹划好 这个你的证据链等等的 都要按照一个这个 一开始的那个计划去进行 这样子呢 这个一步一步走下去 就比较顺畅 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功 因为能不能成功 还取决于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但是你这样做下去 那么成功率呢 会非常的高 而且呢,对我们这些办案子的人来说呢 也就比较轻松 因为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一个形式方法 这就像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看功夫片的话 如果你这个练功的话 你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功 虽然大家都是练功 但是你有自己的这么一套方法 我想这个 在这个社会上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这位网友呢 我看了你这个 这个移民局的拒绝性 你那位律师不替你上诉 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他有个规定 那就是说 他要看你这个拒绝性 然后呢,他要评估一下 如果他认为有50%的赢面 他才能够替你上诉 当然了,你会说 哎呀,你只要你说有50% 不就有50%吗 这样子呢,你就替我上诉 但是他们 外国人不是这样子的 他觉得没有50% 他不会硬性的给你上诉 如果有的时候 觉得是50%上下 那么他可能会征求 他的同事的意见 或者可能请你 准备一些新的 一些比较有利的证据 这样增添了这个砝码 这样子呢,他就替你上诉 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规定呢 那就是说 因为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用纳税人的钱 替你申请政治庇护 上诉 那你觉得英国政府 他会那么随随便便的 来一个就上诉一个 来一个就上诉一个 所以他们有这方面的规定 那么作为免费的律师事务所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掌握的标准 他不能随意的就替你上诉 这是有监管的 每年都有监管部门 到那些有可以提供免费服务的 这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每年都要去检查的 而且检查这是抽查 不是说哪个档案提前准备 他是进来了以后 这些档案拿过来 他就要看 他要看 看得非常的仔细 如果你经常会犯 比如说犯了好几次 他们认为不应该犯的 这种评估上的错误的话 那么你这个执照 也就是说 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个执照 会被吊销的 当然了你仍然还是律师 但是你们只能收自费的 不能够去提供免费的这个法律援助 但很多律师楼 它是靠免费的这个执照 来维持生存的 那自费的客人 一般相对来说比较少 尤其是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自费的一般来说 律师事务所都是比较欢迎的 他们也会提供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自费的 免费的那就是 就是说有点像机器一样的 产品一样的 他们主要是靠数量来维生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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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过数了 好的这里我一点把话扯开了 那就是你这位朋友呢 我说句老实话 我根本就不想接你的案子 我本来就知道 像这种半途来找我的案子 基本上都是垃圾案子 开始他不愿意找律师 或者种种原因他没有找 然后等到一半被移民局拒绝了 很多东西都已经形成 就是说已经目以沉舟了 然后你再来去找后面的律师 替你上诉 非常困难 要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说呢 我不愿意做这个 一个是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人手也不够 我们自己接收的案子 我们自己都做不过来 非常的辛苦 再去做这种中间插进来的案子 而且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那你说谁能做到呢 所以说现在在伦敦这个英国这个市场 那个做法律援助的这个律师呢 律师事务所呢 是越来越少 我知道的 有很多的申请政治庇护的 他们由于经济实力不够 他们想找免费的律师 实际上是找不到 那非常的困难 那么这里呢 我就说你这个案子呢 我可以说是一个垃圾案子 你的故事是高利贷 在中国欠了几十万 然后呢 到这里来还债 没有任何的一个细节 一点内容 牵涉到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 就是那种五个原因 没有政治原因 没有宗教原因 没有一种什么特别的 一种社会团体的 当然了 人口管卖可能可以算在这个里面 就是特别的社会团体的一个成员 但是呢 你人口管卖这个也被那个部门给否决掉了 所以呢 你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人口管卖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 你已经被否决了 但是你这个申请政治庇护 你用的是那个垃圾理由 我以前做视频 我反复说什么人 那个那个高利贷 高利贷 这个非常垃圾的理由 这就是那些不良中介 就为了赚了那么一点钱 把一个人的事情就这么给耽误掉了 就说现在现在来避难 跑到英国来避难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好了 可能我不知道 听说是看了我的视频 有些中介呢 就也知道给这些客人呢 一些符合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理由了 这点呢 我倒是挺赞赏的 有的时候那些客人来了 把他个理由拿来 我说你这个中介 你说中介是这么跟他谈的 我就说好 这个中介还算靠谱 至少没有给我们造成麻烦 否则又是这种垃圾理由 什么老公打老婆了 老婆打老公了 什么家暴了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高利贷了 欠了债了等等的 都是垃圾理由 那你就是这么个理由 你说你等了四年 没错 四年前有很多的人 就是这样子包难民的 就是用的这种垃圾理由 好 现在我不说了 那你这个 如果做走法律援助 根本就不可能有50%的迎面 那么现在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走私费 私费你要做好 因为你前面一部分已经做掉了 那么后面一部分 直接要上法庭 那么你要准备 你的预算 大概要4000英镑左右 那你会做吗 你在给我的来信当中 你说不管花多少钱 你都要做 但是我就这么说吧 你就是愿意拿出这4000英镑来 我们律师事务所 我们专门有一个私费部门的 那专门是做私费的客人的 他们也未必能接收 至少我是不想接收 因为我知道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何必 何必让你这个钱给浪费掉呢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跟你说明 我不想接你的案子 一个是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可能赢 可能我把话说绝了 一般来说我都是鼓励 我的客人坚持到底 但你这个案子确实不着编嘛 你不着编 你这个做一种无谓的这个努力 而且如果又要私费的花那么多钱 我觉得不值得 但是呢 从那个做事情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去找那个 你那个印度人 那个印度律师 你或者给他一点钱 你叫他帮你启动上诉 也就是说把那个上诉的表格给填掉 然后找一些理由 启动上诉 最后上法庭 那个律师 他因为他不愿意做嘛 那么你没有律师 你就自己上法庭 法官问什么问题 你自己回答 你没有律师在旁边 那个替你辩护 但是你本人自己上庭 自己为自己辩护 这是可以的 你请你的律师把这一步做掉 剩下的呢 你可以自己去处理 至于说法庭上有没有翻译 这点你不用担心 法官有他自己的翻译 所以这都不是个问题 你如果要这么走下去 你的问题就是个语言问题 你找一些懂英语的 现在科技也很发达 用手机拍照翻译一下 你大致上也会知道 然后呢 有些问题完全你是能处理的 或者找那个那些慈善机构 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翻译的 他们会帮助你 总之因为你很坚决 你说你花多少钱 你都要坚持下去 你说你在这里已经有了家了 所以你不想回去 你要坚持下去 那么我赞赏你这种态度 即便我认为没有成功的希望 但我并不主张你放弃 如果你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还是希望你上法庭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否认 这个运气占有很大的因素 我们以前经历过的 我们认为根本就不会成功的案子 结果上了法庭以后 法官就是批给他了 你都不知道法官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呢 奇迹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生的 既然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那么你不妨就去坚持 搏一下 因为你自己也说 你要搏一下 你要搏一下 花多少钱你都要搏一下 但是呢 我这里呢 就不能帮不上你什么忙 即便你说我愿意花那么多钱 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的问题 我不愿意觉得 我自己觉得没有希望的东西 还去收人家那么多的钱 然后呢 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确实我们精力也达不到 我们人手非常非常的紧缺 一直在招收新的律师 但是呢 一直找不到 因为给的工资也低嘛 你知道 那个申请政治庇护的 这个这些 这个这些casework工资 都是非常低的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 这就是因为这个刘律师呢 推荐我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回答你的问题 也表示我对刘律师的这点感谢 谢谢你